我们先来读一读第二章第一到第四节 谁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 爱心有什么安慰 圣灵有什么交通 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 你们就要意念相同 爱心相同 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 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 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 只要纯心谦卑 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要顾别人的事 我以前说过 从菲律比书里面所反映的 菲律比的教会相对的强 只要比格林多教会 比加拉太的教会 以及比其他一些教会的强一些 似乎没有很明显的 或者是很大的问题 但在菲律比书 这个治理行间 也反映了 在菲律比教会当中 还多少有一些麻烦 其实 这不足为奇 因为教会本身 就是由一般软弱的人 所组成的团体 所有的信徒 还是在成圣的过程当中 再加上世界的影响 魔鬼的搅扰 所有这些都合在一起呢 就难免在教会的生活当中 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 以及个别的一些问题 当你读完整个菲律比书 整个菲律比书四章圣经 大致上你可以发现 有一个问题 就是还是不够团结和异 有不同心的现象 存在 包括了在传道人当中 在信徒之间都有 这也是我们今天 所面对的 一个急需解决的实际问题 我想其他问题呢 我们以后讲到的时候 会暂停 从第二章第一到第二节的时候 我们就明显的看到 保罗怎么样的鼓励他们 要同心合意 互相要在主里面 要团结 要勉励 这里 又出现一个重要的字 就是在基督里 人不在基督里 就不要指望能够 真正的团结和异 就是在基督里面 有的时候还会有困扰 为什么呢 因为人的救我 没有完全死去 所以保罗就说 如果在基督里面 有什么劝勉 安慰 交通 或者是慈悲 怜悯的心意呢 个人就要意念相同 爱心相同 有一样的心思 有一样的意念 或者说 保罗 多少因为他关心 菲律比的教会 或者 也打听到 菲律比教会 或者有人 传给他 有关菲律比教会 的一些事情 使得他的心里 有担忧 有烦恼 所以保罗 首先就正面的鼓励他们 提醒他们 他说 如果你们能够 做到这些 就是我的喜乐 可以满足 保罗已经在自己的 苦难的问题上 用一个属灵的眼光 去处置他 而且很现实的 看待 他们所产生的 果效 结果就使自己 转忧为乐 但他更希望能够看到 他所爱的教会 他所关怀的信徒 他所带领的弟兄姐妹 也能够和他 一同喜乐 并且不应若 他们之间的问题 减少 或者是 毁损了他的喜乐 相反 能够使他的喜乐 得到更大的满足 保罗虽然后来 一再地谢谢他们 屡次地纪念他 也贵赠了很多的 物质上的虚用给他 但这些 并不是使徒保罗 所最感到满足的 他最满足的 是看到弟兄姐妹 灵性的健康 灵性的成长 在第二章里面 用了两个相同 两个一样 意思都是一个 就是要 同心合一 合而为一 这些事情 谈何容易呢 我们说 古话语这样讲 一种米呢 有一百种人吃 个人都不一样 每一个基督徒的背景 教育 传统 个性 认识 各不相同 唯一的盼望 就是在基督里面 才有可能 达到同心 合一 你说是吗 我想 在下面继续讲解之前 请各位听首歌 来进入我心 我们先要求主耶稣 进入我们的内心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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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请不吝点赞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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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耶稣就如今光照我心 此奇妙的生命传统我 完全回我的心 祈祿我心 祈祿我心 祈祿我的心 祝耶稣 现在 亲爱 永不离开 祈祿我的心 祝耶稣 祈祿我的心 祝耶稣 四伯 同心和意 唯一的希望就是在基督里 那我们进一步问 同什么心和什么意呢 保罗待会儿就会告诉我们 我们现在先来看第三第四节 保罗在正面的提醒鼓励以后呢 就做了些指示 凡事不可解答 或者说 凡事都不要凭着 凭事真胜而做 也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 这两点 连同下面的两点 就是 要看别人比自己强 或者是 不要专顾自己的事情 也要顾别人的事情 意思就是说 正因为 有人结党淫私真胜 有人贪图虚浮的荣耀 再加上呢 看自己比别人强 或者是专门雇自己的事情 这就造成了 不团结 不合一 你不妨把这个镜子去照一照 教会 照一照 这个 有问题的那些地方 是不是 保罗讲的 缺到好处呢 这是一针见血呢 不合一 就是 出于这些 因素 但什么时候 我们 说话 行事 不是从个人的 小团体的利益出发 不是为了好斗 好胜 也不是为了虚荣 而是凡是谦卑的 彼此 都看别人比自己强 在顾自己事情的时候呢 也顾别人的事情 那么 团结 合一呢 就有可能 菲律比虽然没有像 哥林多教会那样 就 说什么 有人属亚波罗啦 有人属基法啦 有人属保罗啦 并没有那么明显的 分党分派 但是看来呢 也还是有这方面的影响 所以同心合一 请注意 不是要同到我的心里面 和我的意思 因为我们的心 是不够圣贤的 是不完全的 我们的意念 有的时候是自私的 坏坏的 不健全的 今天 教会有多少的问题 弟兄姐妹之间 有多少的问题 就是出于 人的私心 就是 老我还在 作祟 就是 什么都要 以自己为 最大 为第一 为最好 铁党 铁党 都是 虚服 自高 那么 那么解决 道德生活上的 错谬 以及灵性上的 弊端呢 最好的 还是高举基督 以基督为榜样 所以第五节保罗就说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他本由上帝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 为抢夺的 反倒虚极 虚了 奴仆的形象 成为 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 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 十字架上 所以上帝将他身为至高 又赐给他 超乎万名至上的名 这一切在天上的 地上的 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 无不缺席 无不口称 耶稣基督为主 使荣耀 归于父上帝 所以我们说 同心呢 不是要别人的心 跟我的心相同 或者一定要把我的心 去同化在别人的心里 不是 我们要和基督同心 把我们的心意 消化在基督的心意里面 每一个人都能够 这样做了 彼此之间 就能够有真正的 同心和义的基础了 和义呢 也不是说 一定要和我的意思 顺我者仓 涅我者王 这是今天很多有权的 甚至教会的领袖 需要注意的一点 也不是一定要迁就别人的意思 专门去 专门去迎合别人的想法 不是的 都不是 而是要符合主的旨意 和于主的意念 我们知道 在代数里面 数学里面 都有这样 如果B等于A C也等于A 那么数学上告诉我们呢 B也就等于C了 我如果符合主的旨意 你也符合主的旨意 你跟我的意念 就会相合 这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你符合主的旨意 但我不符合主的旨意 你我之间 就没有完全合一的可能 当然 反观的也是一样 如果你也不符合主的旨意 我也不符合主的旨意 那就更加不能走在一起 如果说要走在一起的话呢 那只是在罪名和撒旦的意思里面 或者是呢 凑齐相投 这个坑坎一气 最后呢 也一定是分离的 所谓倡议的调子 这是表面的 实质上呢 是冒合生理 今天这个世界上 在政界也好 在商界也好 有的是这个情况 但教会千万要注意 不要做两面派 不要做明一套 暗一套 在人前这样讲 在背后 又是另外一套 这是非常大的危险 从第六节 从第六到第十一节 这是在一段教义上 讲到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的最有力 最宝贵的一段经文 我想 同样的 在这个 道义的领域 在属灵的 在属灵的教义上呢 这也是解决人 自我 以及和老我的最好的一个帮助 就是 多多的思想 基督效法堂 在我们讲解这段经文之前呢 请大家再听一首歌 自耶稣 我主来我行 我们要 打开心门 让主进入我们的心 那么耶稣进入了我们内心以后 就会如何呢 我生命 我生命也有了让奇妙的白天 自耶稣 在属灾我心 我旧目的亮光 停照亮我忘记 自耶稣 在属灾我心 自耶稣 在属灾我心 自耶稣 在属灾我心 自耶稣 梳目的亮光 然后 其耶稣 在属灾我心 自耶稣 在属灾我心 自 adhere上 看 自圣灾我 在属灾 自ably 我贴随随风过渡 继续过渡 子依树 赖赖赖我心 子依树 赖赖赖我心 子依树 赖赖赖赖我心 新的草莓和魂 赖娘的荒果 子依树 赖赖赖赖赖我心 我生命已有了 但奇妙的感应 子依树 赖赖赖赖我心 我求我的脸庞 赖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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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赖� 现在请各位继续的看 菲勒比书第二章第五节 这儿讲 他说基督本有上帝的形象 或者就说 他的性质上的本来就是上帝 却不以自己和上帝是平等的 就认为应当是把持不舍的 这个比抢夺的翻译得更好 不是的 基督反而把自己倒空了 把自己的神性暂时放下了 为了救赎人类 他取了奴仆的形式 成为人的样子 而且既然在形态上 表现为人的样子 他就迁移了自己 成为一个听命 顺从 以至于死 而且是十字架上的死 耶稣基督从至高的上帝 为了我们的缘故 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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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世界 下到人间 甚至于成为奴仆 还为我们死 而且是 当时罗马世界最痛苦 最羞辱的一种死亡 反观这个世界 世界上有多少人 想得怎么样 往上爬 甚至于想坐直升飞机而上去 让我们看一看 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缘故 走下了多少步 来取救我们 来怀抱我们 来跟我们认同 甚至于 来为我们牺牲 上帝 无限的上帝 成为有限的人 从人 成为 一般人 所看不起的 奴仆 从 服侍人 那个奴仆 尽忠之手的一个 劳苦功高的 仆人 到被人 作为死囚 而且不是一般的死 是事加上的死 弟兄姐妹之间 所有那些认为 不能共同生活 不能共同工作 甚至于不能共同敬拜的问题 都在于 没有把老我制死 也就是说 我们的救我还活着 还 顽强的活着 如果我们想到 耶稣基督 为我们既然把上帝的神性 都放弃了 甚至于为我们 承受了死亡 而且是一种 使住架上的死亡 我们做何感想呢 我们有什么 事情要牢牢的抓住 把持不放呢 我们有什么老是要看 自己比别人强呢 耶稣为我们的缘故 连生命都舍去了 我们对别人的痛痒 别人的事物 为什么麻木不忍 毫不关注呢 如果耶稣连上帝荣耀 都放下了 而接受了世界上 人间所能给予的 最大的羞辱 我们的虚荣 在主面前感到 何等的羞愧呢 如果基督和上帝 本来是不可分离的 为了我们的缘故 去分离了 我们怎么可以 结党淫私呢 相反 我们怎么可以 和主所救赎的弟兄姐妹 保持距离呢 耶稣自我降悲 甘愿为我们的缘故 降到最低之处 甚至为我们的缘故 进入了坟墓 但上帝却把他升为至高 把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赐给他 以至于 众喜都下跪 众天使都欢呼基督为主 以彰显付上的荣耀 凡自卑的 必升为高 自高的必降为卑 上帝 赐给谦卑的人 阻挡骄傲的人 在天国里 小孩子就是最大的 这些都是耶稣 在世的时候 所讲的真理 也是在他自己的身上 所实践的真理 也是今天 我们所需要 得到的信息 天父显示在 基督身上的 荣耀的作为 我们在基督 耶稣的身上 看到了 耶稣基督 他完全的神性 又有完全的人性 我们要为此感谢他 赞美他 并且领受他所赐给我们的神能 学习他所留下的完美的 人子的风度和榜样 来解决我们的 内心的罪恶 和弟兄姐妹 团契当中的 教会当中的 问题 第十二节 这样看来 我亲爱的弟兄 你们 既是常顺服的 不但我在你们那里 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 更是顺服的 就当恐惧战争 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因为你们 立志行事 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 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基督为了成就 救赎人类的计划 他顺服 甚至于是流略的顺服 自死的顺服 我们如果 也能够顺服基督的教训 基督的榜样 或者是接着保罗对 教会的劝民 我们也就能够 成就上帝的美意 这里再次的指出了 我们如果能够顺服 成全的 不一定是我们的意思 也不一定是别人的意思 而是上帝的意思 我们顺服听命 不应当只是在过去 也应当是在现在 不应当是在有人 看到的时候 就是 牧师 老师 不在的时候 也一样 甚至更加的 听命顺服 但最根本的 是两件事情 一件事 战战兢兢的 做成我们 得救的功夫 但我们强大这一点的时候 不要忘记了另外一点 就是 因为上帝 在我们的心里运行 使我们立志 使我们 也能够身体立行 这里再次的出现 神人合作的道理 不能说 有上帝 在我们的心里运行 我自己的意志 就不需要运用 但 也不能说 只是靠 我们自己 战战兢兢的 去做成 得救的功夫 其实离开上帝 一事无成 毫无能力 我想这一点呢 是有必要 加以强调的 我们 学习圣经 领受上帝的话语 千万要 领受得全面 不要读圣经 只读到上面 就忘记了下面 或者 只看见下面句 不看见上面 所带出来的信息 让你看得全面一点 全背一点 很清楚 在这里告诉我们 神有祂的工作 我们也必须要 响应和配合 好 这个 在14到18节呢 保罗又提到 另外的理由 要促使我们 团结和 同心合意的 我想 请大家听一首 这个乐曲 He will carry you 耶稣基督 会把你 带过去 你交托他 他会引导你 中文字幕提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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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保罗在第二章十四到十八节里面 又提出了一些理由 促使我们团结和同心合意 因为当保罗讲完了上面的意思呢 又反复地说 反所行的都不要反怨言起争论 使你们无可止在 诚实无为 在这弯曲被谬的世代 做上帝无瑕疵的儿女 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 讲生命的道表现出来 讲我在基督的日子 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 我们想把基督倒空自己 和弟兄姐妹团结合一的心呢 除了有做成自己得救功夫这个意思以外 另外一个含义就是更加积极的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代 在这个弯曲乖皮的世代当中呢 要像发光体那样 把生命的道举出来 我们自己如果靠着基督都不能解决问题 我们怎么指望去解决别人的问题呢 教会如果都不能证明基督救赎的能力 我们怎么要求世界能够从我们得到一处呢 除了这个意思以外 保罗还提出了第三个动机和动力 促使我们改变自己 促使我们合而为一的 保罗说 叫我在基督的日子 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 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 保罗被焦点的旗上也是喜乐 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 弟兄姐妹 不要使传道者 不要使那个带领你信主的父母 或弟兄姐妹或者长老 灰心难过 尤其不要令他们失望 不要使他们在将来 为你的灵魂交战的时候 感到羞耻 我们如果真是爱一个人 我们就不会希望去伤他的心 就不希望他因着我们而感到失望 你说是吗 而保罗是不是单单为了使自己没有空跑 没有徒劳 没有徒劳 为了这一点而有这个要求呢 不是的 当腓立比的信徒想到 保罗想 把我的血当作奠基 而交在你们信心的祭物和供物上的时候 我也欢喜 你想 一个这么勇敢 这么舍己 这么有爱心的使徒 难道信徒 忍心使得他 失望 使得他苦上加苦 忧上加忧吗 不 保罗所指望的 使自己快乐 和众人一同欢喜 保罗同样说 你们也应当欢喜 和我一同欢喜 欢喜的还不单单是 我们工作上的成就 所喜乐的是上帝的救恩 是让耶稣基督看到 他劳苦的功效 使他心满意足 因为耶稣基督 正是在书架上 为我们撒下了他生命的鲜血 为我们做了祭物 这些思想 都是激励我们成圣 以及追求弟兄姐妹合一的 最好的动力和动机 弟兄姐妹 你想 可能今天传道给你的 那位福音使者 还在受逼迫 甚至被监禁 你做何感想 你要使他失望吗 你要使他忧伤加忧吗 特别想到 耶稣基督 已经为我们 付上了生命的代价 流出了他的鲜血 我们要更加的 刺透他的心 所有这些都是 激励我们 要坚持在基督里面 而且基督里面 能够 同心合一 一起和弟兄姐妹 信望福音 从十九到三十节 保罗是提到两个人 一个是提摩泰 他是保罗在路士的 也就是他到 菲律比去不久 所带领信主的一个 好青年 一个传道者 也是他在菲律比 一起工作的一个帮手 而另外一位呢 就是从菲律比派来探望 及记资助安慰保罗的 以巴佛提 关于他们的事情 怎么样呢 这两位 是真正的效法了基督 体现了兄弟友爱 而且 是放弃自己的快乐 安全和便利 使别人快乐的 一个加美的例子 十九节讲到 我靠主耶稣指望 快打发提摩泰去见你们 只要我知道你们的事 心里就得到安慰 因为我没有别人 与我同心 实在挂念你们的事 别人都求自己的事 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 但你们知道 提摩泰的名证 他心旺福音与我同老 待我像儿子 待父亲一样 所以我一看出 我的事要怎样了结 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 但我靠着主自信 也必快去 保罗和提摩泰的团结 和一 共同心旺福音 正是他们 以基督 耶稣的心为心 以天父的事为念 因为 少关心到自己 才会多关心别人 少挂念自己 才能更多的挂念教会 和其他的姐妹兄弟 保罗和提摩泰一同 效求基督 为了福音的缘故 自己甘愿做溥役 自己愿意像爱子一样 服侍主 服侍其他的肢体 第二十五节说 然而 我想必须打发 以巴佛提到你们那里去 他是我的兄弟 与我一同做工 一同当兵 是你们所拆遣的 也是供给我需用的 他很想念你们众人 并且极其难过 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 他实在是病了 几乎要死 然而上帝连续他 不但连续他 也连续我 免得我忧伤加油 所以我越法基督的 打发他去 叫你们再见他 就可以喜乐 我也可以少些忧愁 故事你们要在主里 欢欢乐乐地 接待他 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 因他为做基督的功夫 几乎致死 不顾性命 要补助你们 供给我的 不及之处 何等的深情后裔 洋溢溢在 腓立比的信徒 和保罗之间 存在在 以巴佛提 和这位老使徒之间 存在在 提摩泰 这位 保罗用福音所生的 真儿子 和使徒之间 弟兄姐妹 我不晓得 你读这段信息 有什么感触 我实在感到很遗憾 今天的教会 似乎有很多的东西多了 项目多了 节目多了 电脑有了 冷气机也有了 或者是这样 出现了 那样也存在了 但弟兄姐妹之间 弟兄姐妹和传道人之间的 真正的深情爱意 淡薄了 稀少了 甚至于 缺失了 今天 面临着 教会的 包括 传道者 包括信徒的 不错 是有世界的引流 是有一般的吸引 以至于 我们都不怎么爱主 不怎么爱教会 那更加就谈上 怎么爱弟兄姐妹 教会里面有的时候 有的是冷冷淡淡 有的是 或者是 不理不睬 有的时候 表面有一点 表面有一点 来往 只是应付 或者是应酬 还有一些 还抱着不良动机的 笼络人 除此而已 保罗 保罗在这里说 别人都求自己的事 并不求 耶稣基督的事 今天 教会 在这个问题上 有很大的缺陷 我们要求主怜悯 求主帮助 同样的讲到 以巴佛提 也是如此 今天在教会里面 我知道 在有些地区 在有些时辰 他们在患难当中 弟兄姐妹 真是 舍身 舍命甚至于 互相的爱护 互相的淡淡 有这样的势力 但是一到平安稳妥 一到事过境迁的时候 爱心就渐渐的冷淡 因为不发的事情 真多 世界上不发的事情 真多 人的心就冷了 甚至教会里面 有不发的事情 真多 人的爱心 就渐渐的 冷淡了 好像 很少再看见 存在在保罗和 以巴佛提之间的 这种情意 这种比手足 更深 更浓的情意 求主 怜悯 求主恩态 而第三点 我感觉到 正是在这里 所讲的 这个 这卷书我们不说 菲律比书是一个 喜乐的书信吗 保罗是在监狱当中 是在午夜最黑暗的时候 他能够唱歌 能够发光那个使徒吗 但这并不等于说 保罗是没有忧愁的 只不过 讲 保罗的忧愁 不是世俗的忧愁 这是一种 何等神圣 何等高贵的忧愁 我想 在我 讲下去之前 我请大家听一首歌 《教友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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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面 若无钱 在父亲 喝通过 云团结》 无目标,彼此几两相爱,彼此为无担当。 若有一位受苦受害,大家泪落心上。 我们与有分离,心泪被绝伤悲,心灵仍旧相恋不易,爱又指望来回。 是的,菲律比人挂念保罗,保罗也挂念菲律比的代表。 菲律比人怕保罗的虚用有缺少,身体有疾病,保罗更加是为了以巴货体的疾病感到忧伤加油。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这就好像在黑暗的背景下,使得这个纯净洁白的画面更显得光芒那样。 就是在保罗深深的属灵的忧愁的背景下,更焕发出属天的喜乐的光芒来。 耶稣基督也是如此。 他在科西满院门口的时候,他对门徒说,我心里忧伤,几乎要死。 但在此之前,他一再的安慰,鼓励门徒,对门徒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你们可以放心,我要将我的喜乐充满你们的心。 啊,但愿基督的形象,保罗的形象,有一天能够显现在我的心中,在你的身上。 好了,弟兄姐妹,主内亲爱的同工同道,我在今天,菲律宾书第二章,我们就讲到这儿。 求主能够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阿们。